你想我也可以幫我介紹一下 就是跟觀眾介紹一下你自己 你現在目前在哪裡工作 然後你手邊有什麼項目 然後你平常比較你的專長 或是你比較往哪個領域去做研究 好 首先我是在淡水的牛專體的訓練中心當教練 然後目前是接了一些像我是桿籃球選手 所以我就有接桿籃球 然後還有接一些籃球選手跟棒球選手 當然還有因為學校當然就是物盡其用 所以我還有接一些排球的跟桌球的選手 平常也有在學習在公司有接棒球跟網球啊 高爾夫這種這樣的選手居多 然後你說個人專長部分 其實我是從防務員開始起家 然後後面才轉為體能訓練師 而並不是說一開始就體能訓練師 所以對於一些觀點上會比較不太一樣 對 這介紹非常詳細 非常喜歡 對 你剛剛說你是從防護員起家 然後再轉成那個訓練師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從防護員起家 因為像我本身是就從出道就是訓練師 那在這方面啦你有就是從防護員轉成訓練師 你有遇到什麼困難或是你覺得你走得比較順 或是你的觀點是哪方面跟人家不一樣 好這蠻好玩的一個問題 首先呢 你說防護員起家跟訓練師起家的地方來自於是說 先我們先以台灣的環境內容來說 我們不要以現在我當訓練師的環境內容來說好了 環境內容因為在學校帶球隊的時候 老師能操你 我簡單講就盡量操 反正就一直訓練一直訓練一直訓練 那我們簡單講很多人在訓練後 產生很大的運動疲勞感啊 運動傷害的累積 然後在防護員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哇 為什麼你要一直訓練我的選手 然後把選手變成那麼容易受傷 他們就是不會受傷的 很多教堂是可能打籃球的打棒球的 一直在跑一直在跳 那他們的筋骨那些會出現所謂的 硬力性骨折之類的東西 會疲勞性骨折的東西 當然都會嘛 那對於防護員來講 你不該這樣做訓練那麼多 嗯 這是目前我對於一些台灣的訓練的部分 那所以看得問我們就是以 他如何預防運動傷害為優先 而並不是提升他的運動表現 嗯 這跟訓練是比較不同的地方 嗯 對那這位訓練師他會認為 我們訓練師那就是說 我能提升他的運動表現 讓他碰到他的天花板 我能讓他 嗯 如何碰到才是重點 嗯 碰到了再解決 如果不能解決 我們也只能繼續幫他為優先讓你看到哪一天可以自己突破自己 嗯 像你剛剛講說 從防護員的立場去思考訓練 你會覺得說在預防受傷我優先 而不是先去提升他的運動表現 嗯 因為我自己在看其實還蠻多教練不會比較沒有去思考到這一點 可能他要訓練他可能平常過一個球隊其實已經夠累了 嗯 已經夠忙了 然後他沒有辦法去思考到這一點 所以 再從這個觀點去看 我覺得 這個觀點其實蠻好 非常好 嗯 對 那 那扣除掉防護員跟訓練師的不同 你覺得 在防護員跟訓練師中間你有什麼 嗯 有什麼東西是 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 你以前是防護員然後現在轉訓員 他給你很大的幫助 讓你跟別人很不一樣 或是讓他可以讓你在跟選手的溝通 或是 訓練選手上更 嗯 更輕鬆 更 比較好上手 OK 好 呃 我覺得啦 其實 多了一個防護員的角色讓我自己平常在做一些選手上 或者是一般客戶上的一些訓練的時候 嗯 沒有幫助的是 第一個我們當防護員第一個要學了蠻多的 訓動傷害評估 嗯 有功能性跟非功能性的嘛 就是結構傷害或者是非結構傷害 這其實幫助很多 因為其實大家在一般客戶上有遇到很多的一些 文明病的部分 什麼圓肩啊 X型 O型那種的 甚至是說 哦 他可能只要是主攻或者是腳踝出現問題 我們就大概知道他哪邊出現問題 這是在防護員屏幕上會用到很大的一個地方 嗯 我不知道坊間目前全部的教練有沒有去上過所謂的 FMS或SFMA之類的課程 嗯 那如果你說你一進來我就讓你上課 那我想認真的 我覺得價值性就降低了一點點 對於我在訓練室的角度 因為我評估好你我可以真正的幫你訓練 幫你評估好一套完整屬於你的客製化訓練 並不是說你來我就幫你上去可能滾筒放鬆完 OK好開始做動作 嗯 不太可能 然後再來是溝通上我覺得在選手這方面 有蠻棒的處理 然後你說一般客戶我覺得一般客戶就是 你講給他哪邊有問題 他沒跟你講然後你跟他說 欸你這邊可能會導致你平常腰痛的問題 嗯 然後他覺得說你怎麼知道我會腰痛 因為有些客戶還是會採取比較保守的部分 然後對於運動員來講很簡單嘛 你受傷你跟我說我幫你看然後我幫你評估 然後我可以幫你先安排一些保健型的課表 或者是訓練你課表 那選手會知道我們在了解他 然後他會跟我們交心 其實當然交心給你的時候 你會更好去處理他的一些 體能上或心理上的問題 對 對 這是比較重要的點 然後再來是這時候其實 總教練願意聽你的話 我們會比較好做事 就是學長跟我講他可能 因為畢竟他是教練 超他的是教練 選手的教練說 教練我今天不能運動 教練一定會直接罵他嘛 不可能就不罵他 那我們就是調量 其實我們就是點跟點的調量 就是我幫我選手說 他的那個腳可能怎麼樣 他今天上場時間可能要規定一下 或者是盡量不要讓他上去 首先你保護好的球員 首先教練也信任你的話 那代表我們的訓練是有效果的 甚至於可以讓這個運動員可以走得更久 而不是只有彈花一線 突然上來我不見了 很多我們的職業球 學生球員在可能各大賽事 HBL VL排球的連賽 哇很好 高中大學不見了 這是我覺得最不喜歡的一個點 然後 你說再來就是 對於訓練師給想公演幫助 其實很多人都搞混 這是我在大學的時候講到的東西 我問過一些國外回來的老師 朋友 大家都認為貼好貼布 就是貼白貼貼機貼 就會很穩定的關節 甚至於是說提升你那種表現 或者是保護你不會再受傷 忽略了所謂的訓練 這是蠻重要的點 然後 所以我那時候就詢問過老師 老師如果我們不靠白貼 我們就好好的幫他做好他所謂的康復訓練 跟他的一些 肌力訓練讓他能好好的在球場上 運動 那是不是會有更好的表現出現 甚至於他也不容易受傷 答案就是這樣 他說答案就是這個東西 並不國外就是喜歡做 不是一直貼貼布 而是一直在幫他做矯正訓練 或康復訓練 這是我目前給到的答案 對 好那 在譬如說在貼布矯正訓練 康復訓練到 真的 真的到 假設一個學友所長 他從他可能 需要貼貼布或他需要腹腱 然後到他康復 到 我們說他到他可以真的 做一些比較進階的 體能訓練 比如說做 跑跳啊 正常式訓練啊 或是舉重 這中間其實有一段距離 那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像穩定關節這方面 你怎麼去幫他安排訓練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做關節穩定的訓練 嗯 市面上儲存了蠻多的訓練 當然就是大家常常看到平衡 站在平衡的Balance上面 平衡電上面 然後或者是 呃 大家想要用的TRS的東西 嗯 對可以做一些訓練 然後像我之前我學過的Red Code 就那種紅色的層次訓練 嗯 還有一些是像在做一些 呃 我想像他叫什麼 嗯 就是在 啞鈴或槓鈴上動一點手腳 嗯 有些人會這樣做啦 但我目前是沒遇到這種的太多 然後還有說 康復訓練的話 其實簡單一點 還有人就說你去做一些那種 器材式的 其實對於我而言 很多是很多的固定式器材 其實是蠻適合拿來我來幫助選手 進行一些 康復的時候的一些小小訓練 嗯 但是我不會全部依賴他 而是因為以自由式器材為優先 去做一些調整 對然後甚至於講真的 彈力帶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康復訓練的東西 除了Ban啊MiniBan 這是我來講就是非常好的 對 我大概可能出門遠征 我不可能帶 啞鈴跟槓也出門 我會死在那邊上 然後就帶一台彈力帶 帶一台彈力帶 然後幾個教練 幾個學生有受傷的人過來找我 其他沒受傷的人去旁邊 我就給他們彈力帶 他也慢慢做 對 反而效果都不差 嗯 這是我在安排的一些部分 所以我選擇道具可能就是 彈力帶 Banus或者是 TRS Redcore 這些東西 甚至於做徒手的訓練 也蠻夠的 嗯 尤其是 我在這幾個月中 這一個月中啦 因為很多學生都 你知道 在家裡是訓練的時候 都受完受傷 腰痛 腳痛的 我說哇 你在這邊沒有受傷 你怎麼在家裡運動中受傷 然後就說我平常看一些影片 然後就受傷 那我就開始在家裡用線上教學 然後開始跟他們說 這邊幫我做什麼動作 他們也不用任何器材 反而有得到一些實質上的回饋 因為他們覺得 徒手也是很不錯的 尤其是這個月 對 確實 像 我聽 國外很多 podcast 或是像我自己 這一個月 因為 還是有些球隊他會想要訓練 然後 球隊他可能就是 因為沒有器材 大家都在家 那這種 沒有器材 大家都在家 他原本在 如果原本在學校 有器材 有重量訓練 教練就會希望他可以 強度高一點點 那我們就可以趁這個時候 沒有器材的時候 去幫他們做多一點的 movement的訓練 對 讓他們之後再回到學校 會有比較好的銜接 我覺得 對 沒錯 我覺得很OK 對啊 我有個問題齁 就是像你自己之前是 你是右腳膝蓋還是左腳膝蓋 十字任在受傷嗎 斷掉嗎 還是 我的 右腳的十字在斷裂 然後 左腳的內側任在斷裂 哇 是前十字嗎 左腳是前十字 okok 因為 其實我發現現在 我自己手邊就有 大概三個還是四個 這樣子的選手 嗯 然後 你應該也有 對吧 對 好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如果是你接到一個學校 可能剛開完刀 角度有在醫院 或是在復健師那邊 物理治療身邊 都折好角度了 然後今天 醫生說 ok 他可以開始做一些訓練 那你會從什麼地方開始著手 從什麼地方開始著手 對 其實我這樣講好了 如果對於我來講 第一個 他找完角度 但是問題是他角度開始變好了 嗯 並不是說他的身體的 那些 因為他長時間不動 他可能 他一個腳就墊在那邊 他可能突然解決出問題 對 甚至於他腰也有問題 甚至於是說 你要去了解為什麼當下他會受傷 嗯 大家都會說 我是跳起來的時候 然後落地的時候旋轉 嗯 嗯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動作受傷呢 是人家有外力 還是你原本就是這個動作受傷 那我們就從這邊 開始去尋找他的問題點 我覺得體能訓練師最強的地方是跟 就是人家瞭解選手 到底出現哪裡出現問題 然後把他拆解出來之後 去知道他 是不是寬 還是是不是核心 還是是不是他的 旋轉方面的東西出現問題 嗯 那我們去了解後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幫他把活動度搞回來 嗯 膝蓋好了 但是他的寬不好 嗯 那他會被受傷當然會 嗯 就像是你扭到腳 你好他不會痛了 他好你繼續讓他跑 他會被扭到 會 就這麼簡單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軟組織的一些 關節的放鬆 然後啟動 然後軟組織的一些 張力的調整 嗯 那你說怎麼調整 當然有時候會介入一點點的 物理教室的方面 跟他做搭配 然後再來就是做一些 嗯 等張或者是離心上的訓練 而不會一開始就做什麼 很大 去對他的力量那種的 訓練 我不太會做什麼的東西 嗯 所以首先第一個來了 做完一些矯正 或者是一些保健的東西以後 嗯 然後我會下一步進行的 可能就是 以彈力帶為主的去啟動他一些 肌肉訓練 嗯 甚至於不用彈力帶 有些人很愛用 我也知道有些學者很愛用 震動這個東西 嗯 對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他們為什麼做 但是我就 因為他器材需要比較多 我就沒有賣 嗯 然後再來是說一些一些的 徒手訓練 也是非常的對於 復健來講很OK的 嗯 就是他來找我 然後慢慢提升我去 因為主要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個教練可以給你這個 給你這個教練 多少的時間訓練他 嗯 取決我可以幫到這個選手多久 因為有些人就可能說 對 在下一個 可能兩個月後有一場大比賽他要上場 你兩個月他剛開完到兩個月要開上場 我怎麼處理他都沒有用 我說我不要直接好了 對 對這不太可能 嗯 對所以他主要是取決我 那你說再來就是 當然可以上一點點重量 可以用啞鈴啊 或者是沙袋 嗯 都是蠻OK的訓練 對於我來講 因為他都是單邊的控制居多 嗯 那你說你要做不到雙邊的訓練 當然我會在某些時候 加一些雙邊訓練上去去做一些 調整 嗯 然後多focus在他的受傷的角 嗯 一些力學角度上 甚至於是他的慣用的 慣性的概念 嗯 好 那你在剛剛回答有提到說 你可能會去判斷說他是為什麼去受傷的 嗯 他是在哪個可能譬如說什麼時候落地 可能造成旋轉 嗯 那這個東西你怎麼去判斷 是有什麼檢測的方式嗎 像你前面有提到FMS或是SFMA 你有比較習慣用哪一個 或是你自己用這麼多 我相信你應該學很多 因為畢竟你是防護員出身的 然後又去學訓練師 所以你學這麼多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 你自己用的比較上手 哪一個比較上手 其實如果沒有器材對我來講 有疼痛的人 我蠻喜歡使用SFMA的 嗯 因為我不太使用器材太多 不知道有人就可以 然後如果你說FMS 其實也不錯用 因為畢竟他有一些東西是有 重複性的 然後可以看到那個動態的部分 所以我會依照學生說 是不是有疼痛的部分來進行一些 因為可能我做一個評估裡面 可能就可能要花30分鐘 40分鐘之類以上 比如說SFMA一個動作 FMS一個動作 然後甚至於是一些 我在衛生教肢診所的時候 一個動作 然後甚至以前防護員學的動作 就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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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 所以你說有沒有套系統 其實我想認真的 學那麼多原因 就是要在他出現問題 我就開始用兩三個評估檢測 幫他做檢測 不是只有一個東西用到底 因為永遠不夠 而且事實上是 如果一個19-200公分來找我 他也不一定適合做到 可能我就過頭蹲全蹲的動作 那是不是我就要給他兩分或一分 不太可能嗎 因為他就是高 他可能就是鼓鼓太長 然後沒有辦法好好蹲 那就是問題點在那邊 我就要一直換很多方法來做之外 然後還有大概就是 我會跟學生溝通說 我可不可以touch你的身體 如果能touch的話我就會去觸碰 然後看一下張力的動作 或者是利用他的身體去看一下 端極角度的部分 因為在方圓的時候有稍微學過這些東西 嗯 我覺得你這回答很好 然後那你剛剛有提到說單邊訓練跟雙邊訓練 那如果今天是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受傷要回來的選手 或是好就剛剛講 假設是你自己好 你右腳膝蓋前身在斷裂 那從那個時候受傷到你真的回到 可以回到場上 你大概花了多長的時間 然後單邊訓練跟雙邊訓練的比例 然後 嗯 什麼時候你會用單邊訓練 因為有什麼樣的需求你會用單邊訓練 所以才回復 因為我並不是說 有開刀 我是不想開刀 就跟你說說不開刀 我就直接離開了醫院 然後就開始去找治療師做復健 然後就找了治療師 那當然前三個月蠻難熬的 因為第一個台灣的治療師 你要去找了很多的治療師 那時候應該剛 我是18歲左右 18、19歲段的 也不認識太多治療師 然後也不認識很多教練 然後就找治療師 你知道現在台灣的物理治療師 因為醫療法規的關係 他只能做電療熱服、雷射 或者是超音波之類的東西 並不是沒有用 只是可能對於當下的我已經沒有什麼幫助太大 那我就去再託我朋友幫我詢問一些治療師 我就去做一些所謂的物理治療的部分 他就幫我評估了一下 然後開始進行徒手的一些矯正或按摩的部分 對然後就開始幫我按 我大概來回大概持續了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都在做徒手的部分 做完之後 後面的一個月是最好的 因為你開始做一些矯正的動作 他會跟你說 你現在幫我做什麼動作 然後我要開始可能 關一個礦關節 我可能就一天來做兩三個動作 我就全身冒汗 我想說我還是個選手 我怎麼會這麼冒汗 所以這個月就是在做一些可能 他就跟你說他平常在這老師那邊會做的是單邊的控制訓練 而不是說你一進來就是讓你做什麼 我們現在想要聽到保加利亞的蹲啊 對 他不會這樣做 他就是讓你做一些單邊的控制訓練 甚至連喬式他就叫你做 他只叫你做喬式 他不會叫你做一些囤退的動作 他就叫你活在那邊 然後做一些動作 然後開始訓練一些步驟 感覺 然後他還會讓你站在那種像是瑜伽板 然後讓我去慢慢的控制自己的核心動作 我跟他那時候研判之後是可能我核心能力不足 導致空中落地的時候有攜帶能道的問題 導致鍛鍊 然後第四個月 第五個月 第六個月 我開始進入健身房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詢問一些 我就跟物理治教師配合 然後跟一些教練詢問 他詢問的部分來之於是說 單邊訓練跟雙邊訓練 我一開始會採取 他說 他會建議我先做一些雙邊訓練 然後我說為什麼不能做單邊訓練嗎 因為就是單腳手講 他說你要做單邊訓練是因為 你右腳受傷 你左腳沒有受傷 但是其實你的 你的 你會慣性的把重心放在左右腳 不一定的地方 因為可能就你習慣問題 然後再來是你要訓練你的左邊 是因為你當你訓練左邊的時候 你的神經其實是在恢復的 對 而不是說你不動 他就 持續在那邊 他會退化 所以就進行恢復 然後他就說你可以進行輕微的雙邊訓練 但是你還是要 但是你不要做太多 他會說你慢慢來 你越做越多 可能會導致你受傷 這時候他就說你要用 鏡子或者是一些影片來幫我看我的位置在那邊 所以大概持續了三個月 我都在做一些動態矯正 甚至輕重量的一些動作 可能就是那個酒杯針在那邊蹲而已 對這已經將近持續了六個月多 所以到了第七、第八、第九個月之後 那我就進行了一些壓力比較大的單邊訓練 第七、第八個月 才進行 才進行 比較壓力比較大型的 像是什麼 我可能就會做一點點的弓箭步 有負重嗎 不太會負重 但是可能就是拿著很輕的啞鈴之類的 然後去動作控制 然後主要是控制好你的等章跟離心的部分 他跟我講 我們那時候做的訓練是這樣子 做完 然後大概到了第七、第八個月 結束到第九到十二個月的時候 是有一整套的開始跑了 我只要一進來我就要進行的是 軟組織的一些放鬆 然後關節的活動度的啟動 然後再進行一些 增強式的訓練 但是不是那種可能一開始都做那種 跳身之類的東西 可能一開始做一些從箱子跳上箱子 或者是先練習原地的蹲跳 就很廣 OK做完後 然後進行一些所謂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 我在學校沒有要求 我也不會做一些快速訓練 但是我在做了一些技巧上的訓練 但是那個技巧很拙劣 因為你不知道 資源不夠多 然後再來就進行了一些 爆發力訓練 但是不多 可能就只是做一下三關節的啟動 所以比較偏向就是可能 我就是以身正跳為由先去做 做完之後我們才進入到中下訓練 中下訓練我開始做的是 雙腳的 雙邊的蹲 做完然後我們才會進行到單邊的控制 對 然後這是我自己在自己身體做的部分 對 然後做完之後就好比較多 但是因為還是有累積的問題 導致現在還是 呃可能在某些角度會不舒服 畢竟我沒有開到 所以常常就會滑出去又回來 滑出去又回來 所以現在還是會滑出去又回來 就因為我還在打球 我不意思 沒在打球 因為打球的時候有很多 急停急殺的動作 嗯 因為我們是打籃球斷掉了 但是我們還是在打橄籃球 所以有重擊的 打籃球斷掉了喔 對我不是打橄籃球斷掉的 嗯 那 嗯 你覺得 你覺得這個過程還有幫助到你現在當教練嗎 當然有 我覺得當然有 哪方面 哪方面 嗯 我講的認真的 就像是我們常常跟一些 你在 我不知道 我看過一些教練是說 他在網路上看到動作 YouTube啊IG看到動作之後 嗯 他就直接在 他教給學生的時候再教 他並不會說 我先練習過一陣子 然後再來教學學生 對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疾病 其實不該這樣 像我都要去練個 掌握一個動作 可能花一兩個月再掌握這個動作 這掌握一個很長的時間了 那我再去教給學生 所以那段時間就是讓我知道 喔 我該如何去掌握這些動作 去告訴我的學生怎麼做訓練 然後當遇到膝蓋問題的時候 我那時候能力沒那麼好 然後我就會轉介給治療師 去幫我做更多的評估 甚至幫我做他的康復訓練 然後再回來我這邊 我再幫他做一些訓練部分 但是隨著跟治療師的配合之後 其實就建立到很好的一個模式出來 就可以知道 大概就要做這些東西 那我們先預防性治療 所以我先預防他 然後再做來治療他 所以在可能我的給客 顧客的安排課表裡面 你就會加上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矯正啊 或者是一些預防受傷的東西 而不是一昧的 我就只有找他來 我就叫他深蹲硬舉啊 然後做完 然後再做什麼就走一走了 嗯 對 所以幫助比較大在這邊 嗯 而且我覺得 你有體會過那個過程 嗯 從受傷到可能 不管有沒有開刀 到復健要回到球場 那個中間的心情有多難熬 你經歷過 所以假設你現在你身邊的 假設你的選手或是你的學生 正在經歷這個過程 我覺得你更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那嗯 我覺得更能設身處地的去替他想 然後可能有時候 這個東西對他來說 就像你剛剛講到 有些動作 你會花很多時間去學 所以你更能體會說 他可能現在做這個東西 他痛苦的點是哪裡 對 但他覺得最糾結點是什麼 他可能因爲什麼東西 他覺得很辛苦 他不願意做 那我覺得 嗯 像這個時候你經歷過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比其他人更 抓住他的內心 就像你剛剛講 更容易去得到他的信任 對 對 好那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點 我覺得很很有趣 就是你曾經是運動員出身 然後像你是打橄欖球的 對不對 對 然後這麼強度這麼劇烈的運動 然後居然會有核心不足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這個疑問就是 困惑 對 就是我們是運動員 然後我們平常面臨的強度這麼強 那怎麼會核心的力量或是核心的控制不足 那這個東西你要怎麼去 我們 那正常來說其實大家平常做很多可能捲腹啊 很多棒式啊 嗯 甚至很多 嗯 我不知道 嗯 兩無起座嗎 對 那什麼樣的東西 才是比較符合 運動專項 或是真的強度 真的有辦法刺激到你 正讓他準備 讓這個選手 他的核心的強度是足夠強的 讓他準備好去上場 準備好去面對這些衝擊 對 你覺得什麼樣的核心的訓練 比較符合 或是怎麼樣的安排 你會有怎麼樣的安排 對 呃 首先我們當然講到就是說 你說做棒式做 那個 捲腹什麼的動作 你說他訓練到核心嗎 嗯 可能對於 呃 一般人講他一定有訓練到 但是對於選手來講 首先第一個選手會遇到的事情是 我在高速中無預警之下 無法封緊核心 嗯 然後我就會被撞擊 甚至於我被推了一下 那我就會導致我的核心鬆散掉 嗯 然後再來是旋轉 我覺得最要求的是在旋轉面 旋轉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在跑步 也是稍微有點旋的動作 甚至於我要 可能 我要轉身過人 我要 嗯 嗯 可能空中在做一個轉身什麼的 拉桿的動作 很多旋轉上面的東西 其實旋轉對於我覺得對於運動員來講 嗯 核心部分是最要求的 嗯 我們包含有旋轉動作跟抗旋轉動作 然後還有斜向面的動作都要做 嗯 因為 這是很多大家的迷思是 核心就只是我捲腹捲彎 然後我的腹肌出現 然後我只要 呃做完一些棒式 我覺得肚子很痠 就好了 對 啊問題 問題來了 啊很痠啊 問題是 你到底是訓練核心還是在訓練你的腹肌 對 對 因為大家的大家的核心觀點還是處於在我在 我的我的肚子上面而已 並不是說我的核心就是在我的哪裡 因為 這個很廣泛 大家都會覺得 喔 有腹肌的核心一定非常的強 那我講認真的 很多 可能國中生的那個 腹肌都超明顯的 哇那他核心也很強喔 對或是有些模特 對對對 對對對 嗯 你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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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強 結果啊 還不是一樣 做個棒式兩分鐘就爆掉了 然後我講真的 我去治療師那邊訓練的時候 他說你做30秒 嗯 他開始調動的時候調一調 我看他全身在流汗 然後抖到快死掉 他說你核心怎麼那麼差 然後我就說誤誤訓練啊 他說你確定你訓練是什麼東西 你確定一下 我說肚子很痠啊 我那時候國中的時候高中的時候 就說肚子很痠 他說你確定 然後我後面去研究出來說 嗯 其實 講真的 連在呼吸上都可以在訓練核心呢 對 對 連呼吸上都可以在訓練啊 你在訓練的嗎 還是你只是 這樣就要訓練核心 這樣做完深蹲啊 就叫核心 然後再來是 你跑不跑很快 你哪有這種呼吸 叫訓練核心 也不是你要 可能要在你的訓練上 搭配了旋轉啊 抵抗人家 要不然 為什麼很多那種 專項訓練球員的時候 會拿那個 去推 去拿那個 砰擊鍵去推行人家 連籃球選手都在 都需要了 他需要在 他要撞擊人家的時候 他要自然反應呈現出 我是穩定住我的虛幹的 對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有 旋轉面的一個訓練之外 還要進行一些對抗性的訓練 而不是傻傻的 不進行對抗性的訓練 然後再來是你平常的一些 呃休息時間 也可以進行一些 呼吸上的一些訓練 都是有幫助的 嗯 嗯 好 然後 因為我自己是訓練師 然後 我在帶球隊的時候啊 在跟球隊的防護員或教練 在溝通上面 其實很多時候會 你要會花很多心理去溝通 譬如說 就是可能我們家 大家說學科學化訓練 對 然後跟可能 因為現在很多教練他可能其實都 非常的有成就 然後成績也都非常好 可是他在 他已經二三十年 然後 可能 就跟我們學的東西 會有點不太一樣 嗯 對 然後 教練我們這些體驗教練 在跟防護員溝通 他也會 中間其實也 因為我們學的東西 畢竟其實還是有落差 所以在溝通上面 我覺得其實都還是有一個 要說代溝嗎 差不多吧 應該是代溝 對 那 如果是你 你今天同時是防護員 同時又有訓練室的角色 你怎麼去 做 跟教練的溝通 或是今天假設你是球隊的防護員 你怎麼去跟球隊挺的訓練室溝通 然後你怎麼去跟 球隊的總教練溝通 嗯 對 然後我覺得 對 然後在安排訓練上 你 你會從什麼樣的角度去給他們一些新的想法 或是怎麼樣去說服他們嗎 我不知道 你怎麼看 嗯 OK 首先我們要 剛剛講的很大的衝擊就是 很多教練 就是他二三十年前很強 然後他教的很確實的時候 可能在二三十年前也很強 但是到了現在 很多選手的能力值已經改變了 然後他的 他只是因為名氣在家去找他 嗯 其實這時候我覺得 有些教練做得很好 謙虛 謙虛的很好 就是把自己的 那個很強在那邊收起來 另外去聽人家的話 但我這邊我覺得這些教練非常好 我要給他們一個非常的一個尊敬 那到了 但是有些還是存在像是說 喔 我以前就這樣練出來的 為什麼這樣不能 嗯 嗯 我練成這樣 我練五個小時以上 我每天從早餐一餐 中餐一餐 晚餐一餐 然後練到晚上大概八九點 然後讓學生去休息 睡覺 隔天去睡覺 為什麼我以前才要練 現在不行這樣練 首先第一個 我們就回到說 學生運動員 應該是在學生 尤其是在做運動員的部分 只是可能他是運動員 所以你可以讓他在學生的方面 稍微把那個 評級向低一點點 嗯 這是一個重點 但是我們就不探討這一塊 太多東西要探討了 我們探討的是 如何溝通的部分 首先如果我是一個防護員 我要去跟我的體能訓事溝通的部分 第一個是說 我要去跟他們反映的是 學生不敢跟教練講 我就是箭頭 我是防護員 學生會跟我講 我用防護員的身份跟他說 你的學生有出現很多 身體不舒服的部分 你是不是該調整你的課表 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 當一個教練 最重要的還有一些什麼 所謂大家是想要用的嘛 資料分析 嗯 大家要用這些 那你就用這些來看 首先第一個 他皮操質度過高 嗯 再來是 為什麼大家 為什麼訓練這麼長的時間 大家的某個地方都在受傷 就像是 為什麼大家說 打籃球打完之後 膝蓋要去冰敷 嗯 投手投完球 肩膀要冰敷 手肘要冰敷 為什麼那個 打完那些網球的時候 手腕手肘要冰敷 或搖搖冰敷 為什麼 他們到底有沒有探討過 是你平常的訓練導致他們已經 受傷了 還是 呃 你們 他到底是不是因為 原本這個球類就是這麼大的運動傷害出現 但是問題是 他在高通聲音 他不該有出現這麼大的運動傷害才對 對 因為畢竟他不是一個 還沒到一個專業的職業運動員 嗯 這時候我就讓他溝通 如果你想要讓他跑 你想要讓這個球隊打久一點 然後培養出更好的選手 你是不是要配合我 讓這些選手能更更更更 更久的走下去 然後等他哪一天突然萌芽了 他就變成非常強的選手 嗯 而畢竟不是一瞬間不見 我會跟訓練師這樣講 但是跟總教練講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嗯 所以這時候會集結訓練師 跟我一起去講 嗯 然後他們當總教練 講兩個人 二對一的時候他就會去聽 但是如果他不願意聽 其實我講真的 這個球隊 我也不太會去呆了 我覺得 太累了一點 嗯 因為 沒必要 沒必要把我的價值放這麼低 嗯 因為我覺得 選手就是這樣子啊 你把選手操爆了 人家也不會感謝你啊 對 要不然每年有幾十個人進去一個很強的高中 但是在很強的高中咧 就只有15個人或者是20個人可以上場 對 那其他人就是 要嘛就是受傷後躺在那邊的 要嘛就是自己不努力的 要嘛就是沒有長到好的方向的人 居多 對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我不把這些人降到更低呢 這樣球賽不是更好看嗎 降到更低的意思是 就是 可能那些受傷的人原本就很有天賦 哦 不知道為什麼不讓這些受傷的人 可以上場嗎 然後甚至於是說 嗯 嗯 我們就不想 不想教育制度的地方 大概就是所謂的 如果那些找不到方向的人呢 你為什麼不讓他進行一些不一樣的訓練 讓他能提升更好的表現出來 嗯 他說不定有不一樣的地方出現 嗯 他可能原本可能 哦 投球投了很不準 然後可能進行一些訓練之後 哇 他慢慢的越來越好 不是很好嗎 對 所以就是一個 轉類 轉類點 轉類的部分 然後你當然說 如果我又是防護員 又是訓練師的時候 我怎麼會跟總教練溝通 其實我這時候蠻硬的耶 我這時候就蠻硬的 我就直接說 我帶球隊呃 訓練時間比你長 嗯 那我帶了這麼多選手 我看了那麼多選手 選手的反應就是這麼多 那你 你現在為了你 只是為了當下的一個名次 然後進行 嗯 進行大改 進行一直進行你的 斯帕達教育訓練 嗯 對於選手沒有任何幫助 你不覺得你的成績 只是一路一路往下滑嗎 嗯 而不是往上走啊 你一直往下滑 你為什麼不改變自己 其實我這時候就跟他講 講了這麼多 他就可能 好不容易有點放軟了 但是如果他不放軟 我想真的 改不了他 因為畢竟他叫 他是總教練 我只是一個訓練師 甚至只是一個防護員而已 這階級制度 非常的被台灣的傳統教育 明顯的出來了 對 對 但是我去過國外一些球隊他們告訴我說 總教練 聽了下面兩個人教練的幾個建言之後再統化出來 喔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個感覺 不會只是 那個 對 一人制裁的感覺 我很討厭這個感覺 對這個我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 其實在台灣我們當 體能教練 不管是體能教練或防援 你好像 其實都 那個角色定位 或是 不能說 應該說 你在這個球隊的定位 其實都沒有總教練來得高 對 對 當然當然 這即便是在國外 其實都還是總教練做決定 即便是在國外都是 可是 呃 像我自己接觸國外的球隊或國外的選手 他們其實 呃 總教練其實會 蠻相信 那邊的 蠻相信 呃 體能教練或是防護員的專業 然後會給他們 足夠多的時間 去做訓練 做防護 做復健 嗯 對 然後甚至我有聽說過就是 呃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也是 極少數啦 嗯 就是 他是一個 IG叫Strength Coach Network的 嗯 然後是專門在帶美式足球員 跟橄欖球員的一個體能教練 他說他就遇到 總教練一進 就是新的總教練一進 來 就跟球團說 他希望他的 體能教練 他的防護員 每個都是 至少千五年的合約 嗯 就是不管怎麼樣 都給他們好的 工作環境 不要因為 不要因為 教練的偏見或想法 去給他們壓力 他們不敢表達什麼 反正是要給他們足夠的安全感 讓他們去 表達他們想要表達 這個球隊才會更好 對 對 可是我覺得這 其實即便是在國外 畢竟都還是少數啦 對啊 所以 這就是 我覺得很簡單講 大家你剪頭髮 就要去 設計師剪 對 然後去洗頭 就要洗頭小妹洗 對 那你為什麼不把專業給專業做呢 對對對 這才是重點 我覺得 這是最大的一個重點 對 並不是你很強 我就挺你的 對 那關於剛剛問的那個 跟比較傳統的教練 或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科學化訓練 你還有什麼要溝通的嗎 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 對不起 科學化訓練跟 等一下講就是 我看了現在很多的球隊 然後 對啦 有些教練開始上軌道了 他們都有請了一些平衡訓練師 然後加上我們防護員的一些 他們 他們有些 有規定要帶防護員出門去比賽 嗯 才能進行 但是問題是 呃 我覺得如果你是 我是 我也想要大家是說 傳統式教練並不是不行 但是問題是 如果有更省實的力 更省 更省力的時候 為什麼不選擇更省力的時候 去做呢 我也因為還要 對 花一些時間 對 然後去看他成超 然後去看他晚超 要看他中超 對 看到崩潰 然後再來是夏天就要 可能秉得四五十度 四十度左右踏太陽 然後在操場這樣 然後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然後導致選手熱甩截熱中暑 對 這種狀況其實 在台灣很常見耶 對 其實在國外是不常見 因為可能光一 防護員可能就要做的事情 就很多在國外防護員 我要去量測現在的室溫跟室度 是多少 適不適合大家在室外訓練 如果不適合 其實我講真的 大家太過於專項 太過於注重專項的動作了 其實很想想 我可以多做一點點體能訓練 然後再慢慢的去學習專項 都還來得及 而不是說 我不培養好身體就練習專項 就很多選手都是這個 因為這個原因而導致他受傷的 他可能有天賦 但是他卻只會做專項訓練 並不會做體能訓練 然後做完沒有做體能訓練 然後就硬要去比賽 導致他常常受傷 其實並不好 其實我覺得 你要有體能 你要有肌力 你要有速度 你要有好的規劃 然後還有好的一個休息時間 你才能進步到一個非常 非常強的地方 而不是只有專項結束 專項結束 這樣是非常不優質的 我常把這個東西形容成像 打電動有沒有 打電動是不是都有那種六角形 然後每個能力值 我想說 然後我都會說 每個人的時間其實都是一樣 那你當把所有的時間花在打一個能力值點 那其他能力值就沒有時間去訓練 所以我覺得在年輕球員 或是在成績沒有那麼高的球員 我們不如花時間讓他整體是好的 對他的技術是好的 他的移動能力是好的 他有好的肌力水平 對 然後他的彈跳跟他的衝刺也是很好 為什麼我特別提到彈跳跟衝刺 因為前往上他其實很重要的是 即便你肌力夠 他其實也會有速度的這個成分在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要花時間在這個東西上面 那讓所有的能力至少達到不會落差太大 我相信這個東西的表現會比 你可能只是把專項或是把肌力點滿 他的表現會更好啦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多謙虛一點 然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現在到底在講嗎 對 要不然我在那個台灣 好我不講太多 好 對 那 因為你在一開始有提到說 你有帶橄欖球 網球 籃球 排球還有桌球 還蠻多項目的 對 那這麼多不同的項目啊 你覺得 你的訓練方式是會都差不多嗎 還是他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因為如果我說差不多 譬如說就像是 嗯 我們說 嗯 馬克風可能就是單邊訓練 嗯 然後 嗯 那個叫什麼 忘記他的名字 JC Santana 可能就是用 Superband去做旋轉的核心訓練 對 然後像一些比較他比較 注重strength的 他就會一直強調雙邊的肌力訓練 對 他可能就會做比較少單邊 對 那 在你來看 這麼多不同的項目 嗯 我們拿幾個 我拿橄欖球 好 籃球跟 網球你有帶網球嗎 有帶過 對 那我們以橄欖球籃球跟網球三項來舉例 他的 訓練上會有什麼差別 他的需求上會有什麼差別 然後你會怎麼安排 好不好 好 好 然後回答完這個問題就讓你走了 好 好 等一下講很簡單 我覺得我們就分享三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是 你學這麼多不同大佬的一些訓練法 嗯 我們就說 你為什麼不能再適合他的 而是只相信一炮到底 這是一個非常不優質的一個概念 好 來第二個是 就是當我們就在就是分析籃球 我們就分析各個項目的一個動作模式 當然就是說了 籃球就會做比較多的衝刺跳 或者是折返的動作 嗯 但是他是主要注意在空中上的動作居多 或者是他長時間要再拿著球 然後要做加速跟一些拿著球 可能要做一些轉身變向過人的動作 嗯 對於多方向性的一些單邊的訓練居多 嗯 甚至於是我要拿著 Superband進行一些可能他要轉身的動作的一些變化 嗯 都可以做得到 而不是說我一定要要求他已經做雙向訓練 再來是 如果你說做雙向訓練 我可以以位置的不同去改變一些想法 嗯 因為你就想真的 後衛可能就比較多需要 像前場運球加速度要快 嗯 他速度要很快 然後如果你說像中鋒他們 我們現在的五號未疼 他就要在籃球下搶籃板 所以他可能就 呃要多做一點點雙面訓練 去練習一些增強式訓練啊 或者是一些肌力上的訓練 要不然他會在對抗下有問題 嗯 或者是在起跳的時候突然不穩 所以我覺得 在籃球上我就會考慮做一些比較 呃變化性的東西 可能單邊的動作啊 嗯 嗯 然後比較多的一些 一些Superband的一些動作模擬 嗯 然後當然我們要回到 橄欖球部分 橄欖球部分 他比較不太會跳 但他常常要進行衝刺 還要深的下壓 甚至於肩膀的一些 呃撞擊 嗯 對 那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採取 多訓練他的一些 雙邊的動作 並不是說他不訓練單邊 而是 我可能會多採取多訓練點 雙邊的動作 讓他的力量多一點點 因為畢竟 嗯 籃球跟橄欖球最大開始是 一個需要跳起來 然後進行很多的一些變化動作 嗯 那他需要的是比較多 所謂的彈跳的部分的 嗯 比例 而並不是像橄欖球 橄欖球的話 我跟你對撞 我要有力量才能贏你 如果沒有那個力量 我就輸你 所以我會再多重點在肌力上面 但是我也不會不做速度上的訓練 嗯 橄欖球也要跑 所以我可能會再額外拉出來做一些速度上的訓練 而不是只有做肌力上的訓練 所以在橄欖球邊可能會採取比較多雙邊的動作居多 嗯 然後再來以網球嘛 網球再講了 網球最多的是什麼 我可能要從側邊折翻跑 側邊的一個多方向的一個動作 可能我要做交叉圖 我要做滑步的動作 那我可能 可能要去 我要飛擊 所以我的旋轉面要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一場的旋轉面可能要來到40分鐘都在旋轉 嗯 對 如果久一點可能一小時半都有機會 對 但是看著他們的成績嘛 沒有就40分鐘 以一個40分鐘這樣 他一直旋轉 那你覺得他 如果旋轉的不好 會到達哪裡受傷 當然第一個 腳踝扭到 嗯 這是很常出現的東西 再來是他的手肘會不會受傷 因為他想要製造球的旋轉度更大 所以他用更多力量去切球 手腕就會影響 他一定用手腕手肘就開始受傷了 然後再來是當他旋轉多了 他的胖分節沒力了 他的胸椎開始僵硬了 那是不是他的核心就崩塌 他的腰開始受傷了 嗯 如果要這樣子 那我不如選擇在這方面幫他強化一下他的一些動作 可能在我會做一些旋轉蹲的動作啊 或者是一些多方向的一些 呃 舒爾貝的一些變化 讓他變成一些比較好的 甚至於是說 額外花錢去買一點點那個 用舒爾貝搭配那個 光眼動 光影感應的東西 嗯 去進行一些調整的訓練 這些都是我覺得在每個項目 都可以去做 甚至於是說 只是在比例上的配置不同而已 嗯 這是我在每個項目的不同看法 因為 我覺得大家都是覺得說 欸我學過可能 我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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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過很多很多的 訓練 那怎麼一起來呢 你到底有沒有玩過這個球 對 你了不了解這項運動 對 你到底有沒有玩過這個球 就像是你說我會不會打網球 我只能說我是皮毛 但是我一個學生 我會去問我的選手說 欸這個動作大概怎麼打 你教我一下 我當然幫你選出你的課表來 他就會告訴我 那我們就會 從中產生興趣 對 所以像是 我是打籃球 我會打打籃球 那代表我一定OK了 那我就不用怕 那打籃球以前是接觸過 所以打籃球OK 但是問題如果今天來一個高爾夫 我沒有打過高爾夫 那我就只好花點小小的錢 去請他幫我上一兩堂課 然後去動作模擬一次 大家知道他的問題在那邊 那我就可以用我的肌肉感知去控制自己 然後再幫他訓練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像 像 像 你跟我 我們接觸這麼多不同項目的選手 對 那其實 我覺得 在剛開始 我自己會有個掙扎點 或是糾結點 就是我到底要怎麼安排訓練 力量重要還是速度重要 那力量我要怎麼去幫他安排力量 對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到後來 就像你剛剛講 你會去了解這項運動 你可能會去找選手教你 那 像我的話我自己是 我會花 可能很長的時間去看他的比賽 或是看 嗯 譬如說像排球我就會花 排球比賽好像一個小時左右吧 一個多小時 差不多 對我可能就會花時間把那個一個小時的比賽看完 然後可能譬如說像誰的 他可能要從後面起來跳沙 對 或是他可能要側身去接人家的殺球 對 那像這種東西我可能就會來來回回看很多次 嗯 對 那所以 那不只是排球 那其實籃球 或是像我帶曲棍球也是 嗯 所以這是我在 那是 這是我前兩年去美國的時候 問一個 問Exos 你怎麼去 你怎麼幫這麼多不同的項目的選手安排 他回答說 他他會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在 看 這個這個譬如說籃球或是看棒球 他的選手的movement是怎麼樣 然後他去決定他怎麼安排他訓練 對 對 很合理 我以為就要了解他你才能做 而不是說 你用了什麼東西就靠在學生上 對 對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好沒問題沒問題 就是有人問說 那個Floss Band要怎麼用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驗嗎 你有用過Floss Band 我要想一下 嗯 Floss Band 很多用法 那你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稍微解釋他有哪些不同的用法 然後 你覺得什麼東西 就是Floss Band 你覺得是最實用的 就這樣就好 好不好 嗯 我想一下喔 那我需要思考 一下一下 Floss Band 我要思考一下 因為突然這樣我也沒有準備好 要想一下 像我知道的 就是好像有人拿來當 加壓袋增加活動度 對 好像有的人拿他來當復健 對有 然後好像有的人拿來當畢業方 就是血流限制訓練 對有都有 怎麼看 那好 如果要你在這幾個裡面挑 你覺得你最喜歡用的好了 你最喜歡或是你最常用的 好 常用的就好 其實我不太會進行的是血流阻斷訓練法 嗯 我其實不太因為我覺得 我不是讓選手要進行 我不是要讓他做什麼肥大訓練的部分的 嗯 我會讓他做成 如果你真的說要做訓練法 我可能拿來做熱身 嗯 可能就讓他可能 殘一殘之後進行那個深蹲幾下 然後讓他的血液開始衝進 就是先預計好 然後衝進一下他的熱身程度快一點而已 嗯 那如果你說常用的話 我比較變常用的是 進行關節的腳動的一些調整 嗯 我蠻在做這個東西的 因為 很多人來找我 他可能一瞬間無法處理好 我就會進行一些 綁起來 然後開始關節調整 然後讓他的關節有更好的一些 處理方式 嗯 對然後你說再來 另外一個方面我很愛用的方式是 呃在康復訓練這一塊 嗯 我蠻愛做這個東西的 因為 我會搭配 呃因為我可以 我可以 我學生會搭配一點手法在訓練 然後就搭配手法 然後再也是進行一些角度的控制 嗯 讓他進行一些訓練 嗯 對會比較有一些感覺 嗯 那你其實說對於他很實用嗎 其實我覺得 嗯 嗯 就還好 對我因為我還有更多工具可以選擇 我不會選擇他 對他只是一個 給我一個工具啦 我的工具相當於一個小工具而已 對 並不是我一定會常常用他的工具 對 OKOK 嗯 對啦講就這樣子 謝謝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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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你這麼多時間 不會啦不會啦 對然後 好啦 嗯 希望之後可以再早點上來 OK 沒問題有機會 感恩 謝謝 謝謝各位大家 謝謝 拜拜 拜拜 那現在我在線上就是 禮拜五晚上的 九點 會跟 LITEP 國外的LITEP 就是他主要是 速度跟Movement很強 禮拜五會跟他做直播 對那有興趣到時候可以來聽 拜拜 拜拜 拜拜